Phoebe 行政掌官梁振英近來出席活動時 很多時說完自己想說的事就離開 不是那麼多答題問 不少記者私底下覺得 他選前選後對傳媒的態度好像有點不同了 梁振英在星期五請了一班前線記者 去了麗濱府查追 本身打算帶大家遊遊花園 看看他的菜田 可惜天工不做 一直下雨 最後一班人就困在家裡 梁振英唯有被記者問過狗 無計可思之下 他不斷叫一眾記者吃東西 但一眾記者不會那麼容易就反 特首和食物之間 大家似乎都選了特首 大家一直問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財政預算案 因為財政預算案審議 審議到何時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拉布四子已經釋出了善意 願意少一些點人頭 和少一些發言 也主動提出了下台階 但就是願意和政府談談 去搞全民退休保障 不過梁振英對於這些下台家 似乎就不是那麼領情 對 她聽到之後 先是領領頭 然後就說議員拉布 已經是變得不需要理由 甚麼時候都可以拉布 又說就算是今次搞得好 下次仍然可以繼續用這一招 繼續拉布 還反問拉布四子 說要坐下來談 這個理由究竟有多真 言下之意 當然就是質疑四個議員的誠信 大家另外一樣追著她問的 就是政改諮詢的時間表 因為似乎現在都沒有甚麼下文 有記者問到她 是不是要等到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喬曉陽開了綠燈才可以開始咨詢 梁振英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反應很快 立刻笑笑口就說這個說法是rubbish 這個說法就跟當年唐英年說 completely rubbish 來比較都叫做溫和了一點 但談了那麼久 究竟何時才會咨詢 梁振英就只是不斷重複 就說政改的討論在1985年已經開始了 還說所有的論據已經很清楚 記者當然不知足 不斷地追問 梁振英想不到她還有另一招的絕招 就是聽電話 她的手提電話在整個查詢過程當中 先後有兩次響起了 其中一次她更加離開了記者的範圍 去講電話 其實梁振英作為特首 貴人善亡 偶爾有人打給她 其實都很理所當然 但是我們看她講電話的過程 其實很多時都是說兩三句 就先收了 那究竟是誰打給她 令到她不接電話都不行 相信都永遠是一個謎 是從此後來的 讓我們成功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 的